陈伯达传 作者 叶永烈 第35章 接管陆定义专案 陆定义一家身受浩劫之苦 陆定义和严卫兵各被关押13年 严卫兵的三个妹妹受朱连各关9年 6年、8年、长子关6年、七十高龄的岳母 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 总刑期竟达56年 虽然刘书彦在气愤之际 骂骂咧咧 说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这类在当时违禁的话 但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也参与过整人 那时他负责范若瑜的专案组 范若瑜 山西五寨县人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 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文革开始不久 被污为特务 成立了专案组 专门整他 范若瑜和他的亲属受到了诬陷 范若瑜的冤案越搞范围越大 许多无辜者受诸连 负责中央专案工作的江青 却夸奖刘书彦办案有能力 要他负责更大的专案陆定义专案 陆定义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瑜 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化部部长 是所谓彭 罗 陆 杨凡党集团中的一个 江青要刘书彦负责陆定义专案 刘书彦自知干不了 陈伯达接过了这一专案 这样陆定义专案便由陈伯达主管 笔者为了了解陆定义受迫害的情况 曾赴北京 在陆定义家采访 据陆定义夫人颜卫兵的包妹颜昭 告诉笔者 六年八年 长子关六年 七十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 总刑期竟达五十六年 另外 四位曾未严卫兵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诸连 投入狱中 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义受迫害的主要原因 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 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 认为那是简单化 庸俗化 实用主义 陆定义受迫害的导火线 则是妻子颜卫兵那502专案 所谓502专案 即化名信专案 那是从1960年3月起 化名基督山 黄梅等 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直记林彪 叶群 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 在林府爆炸 使林彪 叶群坐立不安 据颜昭回忆 早在延安时期 颜卫兵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 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 气焰日盛 1960年初 颜卫兵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 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小霞 林小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 颜卫兵得知林小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 林彪和叶群不许他回去 对他很不好 出于义愤 颜卫兵寄出了化名信 痛骂林彪 叶群 1963年下 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 颜卫兵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调取颜卫兵档案 一看笔记 便断定基督山及颜卫兵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颜卫兵所写 便决心一窝端 干掉陆定义其实 当时陆定义本人并不知道颜卫兵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 1966年5月 在那次通过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 5月18日 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 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义夫妇 有一批王八蛋 他们想冒险 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 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 他们是假革命 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 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 他们是背叛分子 毛主席还健在 他们就背叛 他们扬奉因为 他们是野心家 他们搞鬼 他们现在就想杀人 用种种手法杀人 陆定义就是一个 陆定义的老婆就是一个 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 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曾福堂的陆定义 被赶出去了 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颜卫兵和他的包妹颜昭 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 陆定义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 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义专案 诬陷 迫害陆定义 使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 为此 1980年12月28日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 庭长江华出庭审判 审判长曾汉州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事和宣读陈伯达 谢富志 无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义的报告 银者注 陆定义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 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 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纪鉴定 系陈伯达所写 出事后 陈伯达说 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 没有问题 完全是我的字 这件事情呀 老实说 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 我实在不记得 但是事实据在 问 你实在不记得 现在你看过以后 这个是事实吧 答 是事实 问 你还提出要把路定义交给红卫兵审判 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 有这个事情 因为江青强迫刘书彦接受这个案子 又请他吃饭 刘书彦都不干 我看这个样子 不好下台 我就接过来 我说我管好了 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 我跟路定义无冤无仇 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 就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他要迫害我家庭 我如果不搞呀 不接受这个案子 他要迫害我家庭 我自私自利呀 考虑这个问题 迫害我全家 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 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义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 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 法庭出示 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 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义专案的三条提示 原文是 一 降低生活标准 不超过12元 沙发 软床 写字台等等 一概搬掉 二 要他 和他 写逐日活动 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纸 三 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义专案组 钱光武的证言 以及笔记检验鉴定书 宣读后 审判员李明贵问 你下达书面指示 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义交红卫兵审判 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 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 当时没想到 问 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 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 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 但是当时呢 我是在发疯的时刻 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 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答在法庭的答词中 有一句话倒是必真的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 我是在发疯的时刻 确实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 陈伯答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 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